大悲咒感应事迹 大悲水治愈糖尿病 1961年 那年我57岁 患中风 左半身不随 住院治疗了六个月以后 只能勉强行动 但行动时仍感困难 六年后 1967年 又患糖尿病 至1968年 左脚趾开始溃烂 住院治疗十余天 毫无起色 医生说要拒腿 但又不能保证伤口 能否愈合 与家人商量后 转求中医 服三十铁药无效 又换一位中医 再服药二十五铁 病情不但未见好转 反而亏乱得一发不可收拾 夜里疼得无法入睡 卷级仅能睡一二小时 又被痛醒 被折磨得几度昏迷不省人士 而且其臭满事使人作呕 中西医均告束手 一筹莫展 因思患此绝症 一切失去信心 什么药也不吃了 命家人预备后事 沃尔代毙 不料 某日殷亲 刘居君居士 来探病 他吃斩念佛 已数十年 建议我在佛前皈依 祈求加倍 必有起色 我听后求之不得 只是不能行走 前往佛寺 求见高僧 我自私 如能在命中之前 成为佛弟子 已属三生幸事 内心怯盼着早日皈依 而刘老居士 又以菩萨心肠 替我奔走 逆请成天寺 广亲老法师下山 来接引皈依 当时 我认为老法师 年高得少 是不可能来的 哪知老法师 恰巧 有事要下山 一口答应 前来给我 受皈依 那天 邀约了几位好友 同在佛前皈依 仪式完毕后 我向老法师 求大杯水 虽紧一小杯 大而无味的清水 当时 已无特殊的感觉 但说也奇怪 当夜发生奇迹 腿不疼了 呼呼大睡 一觉甜眠 三点钟 起床小便时 开灯试之 左脚至痛处 流有浓血 一大片 约两饭碗之多 凝结成块状 自此以后 每夜不再痛苦 一天天好了起来 臭气已逐渐减少了 越于机遇 两个月后 左脚溃乱处 即结痂脱疤 行动恢复原状 如此起此回生的灵意 真是佛法无边的 再一次的明证 除了以万分的诚意 感谢广亲老法师的慈悲之外 特作此文 公注于读者 抒起寸草春灰的微尘 报答佛恩与万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